天下米粉看江西 从这句话就知道江西的米粉 历史悠久了 今天我们要吃南昌拌粉 听说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 没有吃到可不能开启一日的早晨 南昌人不可依天不洽粉 从消费人潮就可以看出 他们对米粉的喜爱 这就是拌粉对不对 对 请问你是本地人吗 对 我是南昌本地人 所以这一碗是你从小吃到大的了 是 是 南昌人的早点一般都是从 一碗粉一个汤开始的 原来是这样子 那你吃了多少年了呢 从小学就开始了吧 米粉烫熟拌上简单组料 其实美味 你看看不出来是米粉的 对 用米做的 面 看起来你看Q弹Q弹的 好了 那我要吃一口南昌人的从小吃到大的早餐了 很Q弹啊 对 味道有点像那种炸酱面的感觉 可是又多了特殊的风味 每一口都很爽口 嗯 接下来就要配瓦关汤了 对 所以这肉等于什么肉呢 它说芹跟酥肉 芹肉 香结合到 肥肉香煎刚刚好 对对对对 刚刚好 那我要吃一口了 嗯 好软哦 我刚刚几乎是用嘴唇抿一下 这肉就掉下来了 然后在我嘴巴里面 而且相对跟这个比这比较重口 这个就非常的酸 对对 鲜甜了 嗯 嗯 我现在可以想象为什么南昌人从小到大一定要吃这个 不吃就没有办法上班了 没办法上 可以 哇 南昌的早餐都这么丰富了 还有什么其他美食的猪果呢 我好期待哦 好 那先吃了 江西物产丰饶 千年饮食文化的积累 发展出乡土味极浓的干菜 那这道梨蒿草腊肉也是江西的名菜哦 对对对 什么样的菜呢 它主要的特点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婆阳福的这种野草 整个婆阳福水域里面呢 到了清明左右呢 这个旁边就会长这种梨蒿草 野生梨蒿草 它有特殊的一股香味 那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江西的腊肉 在整个吉安地区乃至干中 都是这种用盐 把那个肉腌制完了以后就去丰坛 丰坛完了以后就一定要在冬至以后 再来晒 晾晒 这种腊肉的香味 加上梨蒿草的香味 形成了江西的一个招牌菜 梨蒿草本身是婆阳湖的常见水草 烹煮后别有清香 干菜呢 它是历史是很悠久 底应很深厚 并且呢兼容并续 它是在这个历代文能菜的基础上 而发展出来的这个家乡菜 它深切地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和和之道 梨蒿草炒腊肉完成了 哇 香饿饿 这个梨蒿它带上腊肉的那种咸香味 就特别入味下饭 而且你们看到色着多漂亮 那等一下就要上桌了 这是一道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走 上桌 很清脆呢 这一道呢如果没有腊肉的话 它的煮法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叫做客家小炒 但是这个炒就像你讲梨蒿草特殊的风味呢 对对对 当然这个时候的梨蒿有点老 三四月或春季 三四月 那个时候就摘得就比较嫩了 佛阳福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呢 这个得高血压高血脂的比例比较少 就是很少 跟他们平时也吃这个有关系 三杯鸡也是一道特色干菜 首先它三杯鸡用的是三黄鸡 是我们宁都本地采的三黄鸡 它有三个特点 毛黄 脚黄 皮黄 正宗三杯鸡的源头就在我们江西宁都 对 然后三杯鸡的第二个特点 它不采任何的水 就是茶油 酱油 老酒 没有其他的烹饪放入 就是砂锅生焖出来的 那么江西菜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新香味比较重 就比如说蒜子 辣椒 芹菜 大蒜 它的那种新香的杂料 杂味 鲜辣味提出原材料的那种新鲜的那种感觉 油香油香的 那一样我倒进去了 对 倒下去那光泽都出来了 老酒也是三杯鸡的灵魂 不能少的 对 放上这个炉灶 对 然后夹盖 夹盖 对 烧至18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快啊 对 那真的可以算我煮的呢 慢煮后 三杯鸡肉香味浓 哇 有三杯鸡的味道了 油是熟悉的那股味道 江西有一个味型叫三杯味 就是这个三杯鸡的特点 就是这个三杯味了 它有米酒的香味 飘香的酒香味 油油油油 然后有茶油的那种香味 它的油香味就出来了 油香油香 对 而且这个鸡肉很丝滑 这个没有任何的水 加水 湘西三杯鸡的起源 与民族英雄有关 是文天祥的送行菜 有香 有香在我们台湾吃的三杯鸡 这个比较嫩 是吧 很嫩 它的肉质 不是松软的 有弹性的 就像油 米酒跟油 所以你吃得到就是 很纯粹鸡的香味 难怪到哪里 大家都要吃三杯鸡 因为它很下饭 对不对 嗯 品尝完在地特色美食后 现在就来欣赏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藤王阁 藤王阁因唐代诗人王伯所作的 藤王阁序而得名 这里也是南昌的地标性建筑 也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解吧 藤王阁 藤王阁位于南昌五星河赣江东岸 历史上旅回旅见 它有多次的重建进入 最后一次是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 战火烧毁 所以咱们面前的这座藤王阁是第29次重建 第29次 对 时间是1989年的99重阳日落成开放 虽然它不是古代建筑 但也出自于名家之手 它是由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所设计的 对 它是一座仿送的藤王阁 刺古名阁无法闻风 那我们可以抬头看到 这最下方有一块四字牌匾 这四个字是一块草书匾 可以先简单地猜一下 看能认出来吗 这个字确实有点难度 对 还是有一点难认的 美 伟 龙 特 其实呢 第二个字是对的 我第二个字对了 第一个字呢 其实是玫瑰的龟 第二个字呢 是伟 伟大的伟 第三个字啊 就非常的难认了 我以为是龙呢 角丝旁加一个色 绝对的绝 那最后一个字呢 就是特殊的特 写的是龟伟 绝特 四个字了 龟伟 绝特 这什么意思呢 对 这个书法呢 首先是唐代高僧怀素的草书 他的书法称作是天下第一草 所以非常的难认了 那四个大字呢 概括的是咱们童王阁的一个楼阁特色 说童王阁是龟伟 绝无仅有 风格独特的意思了 有着龟伟 绝特之称 所以呢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一会开玩笑地说啊 如果这四个字都能认对的话 就相当于虎代中进食了 哇 厉害了 那我们继续 好 来这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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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